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气氛接过去了 从第六条开始 第六 第七 第九 第十 就都是讲气氛症 下面咱们就开始介绍这几条 这个流连气氛呢 包括温热和时热两种邪性 第一部分内容在第六条 他讲的是什么呢 第六条首先讲战的汉 发生的激励 为什么会出现战汉 以及战汉的预后 这条他说 若其邪始终在气氛流连者 可记其战汉透邪 法医意味 令邪与汉病 热达奏开 邪从汉处 解后 胃气空虚 当浮冷一昼夜 待气环 自温暖如常语 改战汉而解 邪退正虚 阳从汉泻 故见浮冷 未必继承脱症 此时 一令病者安书静卧 以养阳气来复 旁人切勿惊慌 频频的呼唤 扰其原神使其烦躁 但枕其慢 若虚软和缓 随眷卧不语 汉出浮冷 却非脱症 若脉急急 造扰不卧 浮冷汉出 便为气托之正义 更有 邪圣正虚 不能一战而解 停一二日在战 停一二日在战汉而遇着 不可不知 这一段啊 讲了两个大问题 第一段 讲的是 战汉的机理 为什么会出现战汉 他首先 明确 若邪气始终在气氛流连者 就是说 气氛症的初期 不会出现战汉 它是气氛症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才出现 流连就是流连了 始终在气氛流连 那就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般说 战汉 它发生在气氛症的三四天以后 在六七日左右 才出现 记就是希望 如果邪气 在气氛流连的时间长 它没有深入营血 有可能出现战汉 有希望出现战汉 通过战汉 可以解除邪气 为什么呢 战汉能够透邪 在这种情况下 法医异味 你应该用异味的方法 至于怎么异味 他没有具体说 第一他说 令邪与汉病 热达奏开 邪从汉出 邪与汉病 热达奏开 邪从汉出 这十二个字 讲的是 激礼 这几个字 前面有一句话 反意味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是希望他战汉吗 你就促使他战汉 怎么能促使他战汉呢 意味 这问题咱们放下再讲 先说 他这个病机是怎么回事 战汉这个战字 应该说 他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含义 是形容激礼 激礼是什么呢 正邪交争而战 简单的说 就是正气和邪气交战 所以用个战字 另一个战 是指 战力 病人呢 出现 高热寒战 浑身战斗 战斗到什么程度呢 知冷脉浮 慢沉浮 甚至于 口唇着甲 特别是手 指甲轻合 高热 寒战 浑身战斗 知冷脉浮 着假情绪 然后 出一身汗 占了后 出一身汗 出完汗以后 就不占了 热也退了 这叫占汗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说是 正邪交争呢 发生 战汗的原因 这个点是肯定的 邪气胜 如果邪气不胜 表证 携带表 不胜 不可能出现战汗 前提是 邪气胜 再一个前提就是 正气不衰 所谓正气不衰 是正气 有抵抗邪气的能力 这个衰与不衰 怎么判断 为什么不说 邪胜 正胜 因为在气氛流连了 三四日以上 甚至于到六七日 大家想一想 这么长的过程 由表入理到气氛 气氛又持续好几天 在高热的状态下 邪气那么胜 它能不伤正气吗 金气肯定是不足 正气肯定有损伤 但是 它损伤到什么程度 损伤的并不严重 还没有摔 有抵抗邪气的能力 在这种状态下 应该说 正气和邪气 处于对峙状态 邪气 也扼杀不了正气 正气 也不能把邪气驱逐出去 僵持状态 才会出现战案 他们两个 从力量来说 势均力敌 如果说 正不能敌邪 不可能战案 邪不敌正 也不可能战案 是这么一种情况下 才会出现的 邪与汗并是什么意思 战完以后 全身不是战斗吗 战斗以后 正气 推动着金叶 向外走 汗就随着金叶外泄 这时候 热 向外 蒸 到了体表 奏里开泄 正气通过汗 把邪气给带出去 邪与汗 邪从汗出啊 就是邪与汗并 邪和汗并到一块了 从汗就出去了 就是通过 战汗而解 有的人问 战汗是不是输业反应 这个吸血中就好提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常遇到啊 是不是输业突然抖起来了 不是输业反应 战汗 你不输业 它也同样出现 跟那个没有关系 但是有的人 确确实实在输业的过程中 出战汗 是有 这是什么原因呢 意味 里边有了金叶了 输业过程中可以出 但是和输业反应不一样 不是一回事 正邪相征到一定的程度 阳气奋起抗邪 鼓动金叶 使奏里开泄 金叶外泄 就把邪气给带出去了 这句话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吉礼 是通过阳气鼓动金叶 把邪气 通过出汗 从体表 出去 但是这个过程 有点艰难 为什么 因为正邪 因为正邪持续相争的数字 好几天了 金和气 都有所消耗 特别是 在高热的过程中 金叶消耗的非常严重 他有没有金叶 能把这个邪气给带出去 问题就在这儿 他没那么多金叶了 就好像两个人摔抱脚一样 两个人抱着摔脚 摔脚的过程中 是满身大汗 今夜大量的外泄 两个人啊 在这个摔脚的过程中 势均力敌 谁也摔不到谁 稍微有一点外力 准有一方半 就在占了汗的过程中 正气和邪气势均力敌 你稍微给他一点外力 就偏向某一方 就说你治疗上 稍微错一点 就助长了邪气了 你稍微给正气一点支持 邪气就被驱逐了 正邪相征的非常激烈 经验不足 他们俩就粘在里边了 正气想把邪气推出去 他也推不出去 因为太干燥了 怎么办呢 就给他喝水 就行 法医一味 王蒙英是这么解释的 大家看看这个 一百二十一页 一百二十一页 第二段 王蒙英 第五行 可见 意味者 在输越其输机 灌溉汤水 必邪气松达 与汉邪行 则一战可以成功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什么叫输越其输机呢 就是输通气机 为什么要输通气机呢 占汉的过程中 他为什么汉出不来 他老占 就是因为正邪凝聚在里边了 经验不足 正邪和邪气粘着在里边 气机不通了 所以要输越气机 就输通气机 怎么输通气机呢 灌溉汤水 汤指的是热水 什么汤 榨菜汤 酸辣汤都不是 汤在古代是指热水 就是给它喝水 你热水也行 凉水也行 就给它补充水分 币 这币和这个字同用 这个币等于是 这个呢 这两个不是一个字 这个币 是补 币邪气重达 灌溉汤水以后 里边的金叶充足了 实际上就等于是用滑稽 给它加油了 滑润了 气机一滑润一松动 正气 顺着这个趋势 就把金叶向外推 把邪都推出去了 邪与汉兵 这样的 非常好 这个时候所谓异味 不是让你补味 人神黄旗这一类 要下去就完 为什么 邪气很嚣张啊 你一补 真正用了干温的补药 等于是助长邪气了 再看 下边 陈光松 第四行 他说的更全面 异味之法 如温定调变中之雪梨浆 五支饮 桂枝白虎汤等方 均可采用 热胜者食西瓜 暂时饮米汤白水 所谓令水与汗兵 热达造开 得通谢也 若在中下胶 则有分销之法 这说的是中上胶 他所说 若中下胶 则有分销之法 是下一段 讲的是三胶的施行 这个是温热病 温热病气氛高热 干蘸不出汗 邪不能解 用异味的方法 给它补充水分 你西瓜也好 水也好 汤也好 温病调变的雪梨浆五支饮 不都是液体吗 补充体液 用现代医学 输液也是一样 通过输液补充水分 所以有的人说 输生液之后 它站起来了 是不是输液反应不是 因为在输液之前 它高热 筋伤 凝聚得很厉害 气机凝滞 汗出不来 输生液之后 里边一有水分 滑润了 等于给它润滑机 气机就松打了 气机松打一通畅 汗就出来了 汗出 热结 体温就下来了 下一段 前面这段讲完了 协同汗出 但汗的机理讲完了 下边就接着讲 占汗的预后 正邪交征而战 通过出汗 邪气外达 邪与汗兵出去了 邪通汗解了 那么解了之后 有几种情况 一共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 它的突出的临床表现是 汗出不冷 当然了 还有卖虚神卷 主要症状 这说明什么呢 占汗以后 阳气虚没有恢复 叶天师说 解后 未气空虚 当浮冷一昼夜 带气环自温暖如常意 改占汗而解 协退正虚 阳从汗泻 故腹见冷 故见浮冷 未必及成脱症 此时 医令病者 安舒静卧 以养阳气来 旁人切勿惊慌 频频呼唤 扰其原神 使其反弹 但诊其脉 若虚软和缓 随眷卧不语 汗出浮冷 却非脱症 很准确 怎么诊断 怎么诊断 脉相虚软和和缓 虽然有汗出浮冷 卷卧不语 不是脱症 关键看脉 战汗以后 你想想 正邪通过那么激烈的战争 邪气 被驱逐出去了 正气损伤不损伤 就说两个摔跤选手 势均力敌 都是同量级的 把那个摔倒了 那个胜利者还起得来吗 他把他摔倒了 他也起不来了 就说正气也耗伤的 非常厉害 因为他这个对手太厉害 所以虽然邪从汗出了 阳气也从汗蟹 阳气也伤 邪从汗出 阳从汗蟹 这时候阳气就受到了 极大的损伤 但是可庆幸的就是说 邪气已经走了 阳气伤没有关系 他自己可以恢复 所以这种情况下 采取什么措施呢 不用管 汗出来之后 摸摸身上是冰凉 但是脉虚软和缓 虽然脉搏无力 很虚 很软弱 但是从容和缓 没有结代 结绿云整 脉搏的结力 是均匀的 那结力不均匀就完了 那是下一个阵后了 结力云整 人再疲乏 这甚至于 睁不开眼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睁眼皮的力气都没有 这不奇怪 因为他正气也大衰 不要管 让他安疏静卧 就是安安静静地 卧床休息 只要是脉搏平静 让他休息24小时之后 他自己阳气逐渐回复 功能回复了 自然就行了 如果说战号以后特别衰竭 他感到口渴呀 或者有饥饿感呢 给一点流食可以 如果他没这个要求 什么也不用给 千万不要进补剂 因为这个时候 他脾胃功能 也非常的衰弱 不要补 下面看吴熙黄有句话 最后 吴熙黄说的非常中肯 按汗除浮冷 热病解厚 此后尽多 甚至有如含绝者 但其脉必须缓 精神必安疏 粗功不适 误人亡扬 望头闻补者 往往获有 误要辩证风起 每归就前一致 过用寒凉 一物再物 转治转聚 以致于死 而真能治病 是病者 反而受罢 于阴悦历 备偿其苦 安得病家 尽有医学之士 遇此证 绝不慌张这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 他讲的是什么呢 吴熙黄讲的就是 占了汗之后 病人非常的衰竭 家属非常着急 一看 这要虚拖吧 赶紧补吧 人参呢 大几量就上来了 把病人吃的呢 死灰复燃了 或者是 越补 越不吸收 越补病情越重 这个家属呢 不说是 医生补脱了 他认为是 前面的医生用良药 在气氛症过程中 用良药用太多了 把病人的阳气给伤了 最后 死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看起来啊 吴熙黄 是在临床的过程中 碰过钉子 遇到过这类的叫声 所以他感叹呢 于阴悦历 背肠其苦 老先生很有阅历 但是呢 他吃过这种苦头 所以在临床上 大家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战汗完了以后 病人出现衰竭的表现 是正常现象 无需治疗 也无需害怕 呼吸也很微弱啊 家属一看着急啊 一会儿看看他死了没有 一会儿看看死了没有 老去捅过他去 他这刚一休息 你这捅一捅 刚一休息 你捅过捅过他 让他非常烦躁 反而不能休息 扰其原神 这不好 这个并不可怕 关键在这儿啊 汗出了 是出汗以后 周身凉 但是呢 汗不出了 凉了以后 汗不再出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浮冷汗出 出完汗以后 战汗以后 周身凉了 凉的同时 还出汗 这汗止不住了 就像商汉论所说的 随漏不止 漏汗 但是汗是凉的 还是热的 战汗的时候 出的可是热汗 因为他正邪相争 很激烈 这时候就出凉汗了 浮冷之后 再出汗 出的是凉汗 这是虚脱 王阳的表现 怎么知道 卖鸡鸡 鸡脉什么样 比硕脉还硕 每呼吸 七八次以上 这脉相当快 而且不仅是快 截律不云整 这就是叶天士所说的 若脉急急 造扰不握 除冷汗出 便为气脱 脉很急促 截律不云整 病人造扰不宁 出冷汗还造扰 是寒症还是热症 出冷汗 脉搏还那么快 还造扰不宁 看似热 实际上是真寒假热 为什么呢 由于占了汗之后 大汗出 阳气虚脱 阳气大量的向外跑 里边阴寒内生 虚阳外浮 这时候病人也可能 面翅如装 两三像擦了颜值一样 脉硕 是浮阳扰动 那个不是真硕 不是真有热 是浮阳扰动的 这种脉 不从容不和缓 这是内经所说的真脏脉 脉脉脉很硬 烦躁 也是虚阳扰动 大家看这个一百二十一页的 陈光松的注解下一段 此名解厚之状 便脱以非脱之脉法 更是人以 有邪圣正须在战之机 恐邪热未清 勿认须脱 望头不接 汗出浮冷 与浮冷汗出有别 汗出浮冷者 汗后而热退浮冷 此邪解正须之下 故云飞脱 既重景所谓 汗泻热去 身凉即欲 出汗以后热退了 身上发凉了 这是好现象 邪气没了 浮冷汗出者 既山寒论中所谓 亡羊随漏不止 与汗出如油也 素问 凭热病论曰 汗出而脉上造胜者死 这种汗出来了 脉还那么造胜 那是亡羊的表现 虚羊扶月的表现 不是热 灵书热病曰 热病已得汗 而脉上造胜 此阴脉之急也 此其得汗而脉净者生 做的都很清楚 你看内经里边就有意思 热已经退了 汗已经出了 脉还造胜 躁动不安 指的是什么呢 竭力不云整 脉及机而竭力不云整 那就说明 要虚脱 甚至要亡羊 怎么办 生外伞 如果四肢觉腻 神父汤 补气生筋 脸阴固托 回羊就腻 那根据具体冰情了 这时候需要治疗了 第三种情况 更有一战不解 停一日大战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叶田誓讲 叫协胜正须 协胜 这好理解 正须怎么解释 今天 占完以后出汗了 体温退了 上午体温退了 下午逐渐逐渐 又烧上来了 体温又高了 又回到四十度了 又烧两天 高热两天之后 又占汗 反复占汗 怎么解释呢 叶田誓说协胜正须 协胜是肯定的 协不胜不会占汗 正须怎么解释 如果正须 他有力量 令协与汗兵 他有这个力量吗 所以这个正须 他是和协胜相对而言 不是绝对正须 不是说呀 像刚才说的 占汗以后 非常的衰竭 浮冷 阳气得二十四小时以后 才能回复 不是那种情况 没那么严重 就是说 正气和协气 势均力敌 两个站了一阵之后 协气退了一部分 正气 也不足了 休战 两边的力量均等 打来打去的结果呢 两败俱伤 协气也被赶出一部分 正气也消耗了不少 这两边休战 休一两天 协气仍然在那猖獗 正气自己在那恢复 恢复到一定程度 又来抗血 所以这个正虚 不能看成是绝对的虚 是和时政相对的虚 所以他才有能力 再战 一战再战 这条不复杂 第一部分 讲了占汗的激励 为什么会出现占汗 同时也谈了 在占汗之前 你采取什么措施 看他要占 占了半天不出汗 赶紧给他喝点水 这就叫法医意味 占了后 有三种表现 汗出浮冷 浮冷汗出 隔夜二日再战 三种不同情况 现在在门人也好 在病房也好 战汗比较少见 原因是什么呢 他一般的持续高热 那么多天都不多了 来了以后 一说一下抗生素一上 或者中药一上 他热的逐渐退 热就逐渐退 再有 即使是持续高热 你那输液 一直老给他水 正邪他也不至于 拧到一块气机不通 所以一般不至于 出战汗 少见 还是接着讲 刚才不是流连气氛吗 第七条 还是接着讲 气氛症 但是呢 他和刚才那战汗不一样 战汗讲的是温热病 下边讲食热病 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 一百二十二页 二斜流三交 亦如伤寒中之少阳病言 彼则和解表理之半 此则分消上下之势 随正变法 如禁食性破灵等类 或如温胆汤之走械 因其仍在气愤 有渴望 其战汗之门户 转裂之急破 这条讲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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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讲的 少阳失热 失热邪气 流至在守少阳三交 和伤寒的少阳病 他有异有同 是什么呢 上寒的上寒命 它是外感封寒 进入半表半礼 叶天之家 易如上寒之上寒命 这就说他们有相同点 相同点在哪呢 上寒邪系 进入上寒半表半礼 导致上寒书记不利 这是关键 温定的湿热血气 当然你从它的方和药来测证 它没有讲是湿重还是热重 它就讲了一个温胆汤 一个性破灵 从它的方和药来测证 肯定是湿重 以湿血为主 热运湿重 湿血组织在少阳三角 也算半表半礼政 也是书记不利 所以温病的三交病 少阳三交病 易如伤寒中的少阳病 因为他们从病级上来讲 都是半表半礼的病变 都是导致书记不利 但是治法为什么不同 伤寒的少阳病用什么方 什么表现 小柴胡堂 少阳拔症 失文病的 书记不利少阳病 什么表现用什么方 他们就有同有异了 相同点因为都是书记不利 所以都可以有 从热行政来说 主政都是往来寒热 你不管伤寒的伤寒病 温病的伤寒病 都是往来寒热 都有恶心呕吐 都有不欲饮食 那么具体的伤寒的少阳病 除了这几个表现之外 还有什么表现 口苦咽干 目贤 胸邪苦满 莫心烦喜 莫莫不欲饮食 卖贤 少阳拔症 这边 是伤寒的少阳病 温病的 十足少阳 有什么表现 除了这些表现之外 阳医菌 其实是为了 这些表现的 这些表现 的 它是胸闷顽痞 腐胀 舌苔白腻 伤寒的少阳病舌苔不白腻 伤寒的少阳病 是咸脉 如暗秦色咸 失温的少阳病 脉如软 这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伤寒的少阳病 书籍不利 是足少阳胆病 失温的书籍不利 是在守少阳三交 这里边问题就出来了 大家会提这个问题 何秀山不是讲的吗 通俗上寒论 豪秦清胆堂 何秀山暗语 讲的很明确 守足少阳 何为义经 其气化 一气于胆中 以化水谷 一发于三交 以行奏理 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不都是少阳吗 对啊 守少阳三交 是升降之书 足少阳胆 是出入之书 他为什么何为义经呢 升降和出入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升降正常 出入也就正常 出入不正常 升降也不正常 他们互相牵连 所以在病变过程中 少阳胆经不利 三交也就不利 三交不利 胆也不利 他们互相影响 所以说何为义经 但是 他毕竟有守足之分 不同的邪气侵犯人体 韩和施 邪气不同 他所阻塞的道路不同 虽然两经都影响 但是伤寒 毕竟以 足少阳胆的出入 输机不利为主 出入不利为主 施邪主要组织三交水道 导致气机不利 是升降时常 出入当然也时常 但是他侧重在升降时常 他们有所区别 所以临床表现不一样 并不完全相同 你这段话 他讲的什么意思呢 前边说了 邪气流连气氛 可以通过占汗 这是气氛症的一种情况 叫做再一种 气病不传血分 就是说 没有逆传入营血 还是在气氛 流连在哪呢 流连在三交 邪气流连在三交 也和伤寒的少阳病相似 但是这是什么邪啊 是温热邪气还是湿热邪气 没有说 从他下面的方可以看出来 性破灵温胆汤 是湿热 而且是以湿为主 为什么呢 这里边没用 没说清热的药 你说以湿为主 所以他首先 易如伤寒中之少阳病 就是把这两个少阳病 把他们的共同点 你要比较一下 但是因为伤寒的少阳 是出入的书籍不利 所以他用柴虎黄芹 用柴虎解气表 用黄芹清气礼 解表透鞋 清礼 解热 表解礼合 是这么个和解法 失邪流至三交 用柴虎行吗 他不在那个部位 所以治疗就要用随正编法 用分销走线 都属于和解法 伤寒的少阳病 他所用的和解 他的作用 可以说 清透或者叫清泄 少阳半表半理 这么来 温病里边 失恶病 邪流三交 就不能和解表理了 这个是和解表理 他加了个支半 和解表理支半 就是去半表之邪 去半理之邪 柴虎和黄芹 这个就是用 分销走线法 干什么呢 分销上下之势 小超级的作用 和解半表半理之邪 分销走线法 和解上下 起急升降之邪 那么用那方 它是举例而言 如温暖胎 如温暖汤 或者是 进食的 性 破 零等类 这一类的药 不一定完全就 肯定是这个方 人家也是举例而言 或者是用温暖汤 或者是用性破零 你换别的行不行 也可以 但是 掌握这个分销走线法 什么叫分销走线 这个法 属于和解法 它适用于 弹湿 组织 气机的命征 弹湿 组织 气机 三胶 水道 不利 这类的命征 所以 它显用的药物 去弹湿 通气机 注意啊 既要化弹去湿 又要玄通气机 这两类要 使 组织在三胶 弥漫在三胶的 弹湿 邪气 分道而销 销和解 都是去除的意思 分 是指不同的道路 走 是指 先气 气不动 弹湿不走啊 使用 去弹湿 通气机的药物 使 弥漫在三胶的 弹湿 邪气 分道而销 注意 是分道而销 不是一条道 一条道 分什么呀 分销走线 包括 上脚的 新旋方化 中脚的 新开苦架 下脚的 诞生历史 新旋方化 向上向外旋 新开苦架 从里边造 往下降 诞生历史 向下引 其这三种 其中用两种 就可以叫分销走线 单使一种不是 这两类药物 三类药物 选其中两类 它就就是分了 分道而销了 就可以 分销走线 使的是 它讲的是这么个意思 集体道 方和药 叶天氏 讲了一个 性破灵 这算不算分销走线 这三个药 怎么分销走线 这三个药 杏仁 开上角 宣废气 废气一宣 气化则实化 废气一宣 水道就通了 开废气 通水道 这一个药 它作用于上角 后破 造中角 行气化 怎么行气化呢 通过造中角之师 通畅气机 使气化的通路 畅通了 就是气化恢复了 它又是下行的药 造而下行 使施着像下隐 像下隐 递给谁呢 给它 福灵 诞肾 立食 同时 它还健脾 脾主硬化水时 别看这三个药 它很具代表性 所以归纳起来 这个药 开上 这个药 唱中 这个药 剩下 上角开通了 中角唱通了 下角震出去了 三角水道 一起通条 它虽然是三个药 是三方面的代表 很具代表性 叶田氏讲的 针对性非常强 选药非常准确 这是药 如进食性破灵等类 从这进食俩的可以看出什么问题了呢 当时 在苏州一带 江南医生 流行用这些药 说明 这食热病 用这类的药 已经成了风气了 滚蛋汤 滚蛋汤 就这么几个药 拌一下 造湿 唱中 唱中角 造食着 它能够开育 开食欲 陈皮指食 辛苦温 苦温 或者说苦寒都行吧 它是苦味 这个是辛味 辛开 苦温 什么作用呢 造食 降卓 半下也是降的药 半下降味气 也降卓 造食 降卓 它也照样 唱中 茯林干草 一方面 健脾 一方面 诞生 历史 是不是辛开苦将和诞生历史一块哟 辛开苦将 诞生 历史 算不算两条道 从里边造 往下立 是分销走卿 这是个分销走卿的代表方计 诸如 清热 化坛 和味 清热化坛和味 以诸之脉络 同仁之脉络 实际上诸如有形器作用 它有通力作用 再一个方计 造诗畅中分立诗拙 是不是分销走卿了 是弹诗邪气下行 去了 弹诗没了 里边就是有果子热 热也没了 失去的热不毒存 所以 它虽然 这个方计是温性 但是它有清胆的作用 通过去除弹诗 清泻胆热 而使胆恢复温和的本性 所以叫温胆汤 如果说 师祖少阳 因为它毕竟是温病啊 热逐渐也重了 少阳的湿热都重 甚至于热比湿还重怎么办 温胆汤原方 稍作加减 去掉杆草 加上碧玉伞 再加上 清浩和黄秦 这是什么方 浩秦清胆汤 浩秦 是小柴虎汤的方 这边 清胆汤 是温胆汤的方 这就等于把小柴虎和温胆汤 两个合到一块 又加以变化 英雄所见列同 叶田氏提 分销走卸 他提的是湿重的情况下 鱼根出 针对 湿热命中 或者热重鱼尸 又加以改造 小柴虎汤这么改 温胆汤这么改 加一块 是不是和解少阳 两个少阳一块和 非常高 就是说 这些个前辈的学者们 在丰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中医理论 把古方活用 用得到多活的程度 随心所欲的程度 但人家不是胡来 随心所欲 人家是有理论根据 有实践根据 这一条的最后一句话 叶田氏说 因其仍在气愤 有可望其战汉之门户 转虐之急过 这句话怎么讲 就是说呀 因为邪气仍然在气愤 所以可以通过战汉来驱邪 为什么呢 用了分销走卸法之后 邪气就开始风动了 原来因为施邪很重 它阻碍了阳气 气急不通 阳玉不宣 阳气不能宣通 它就不能奋起屈邪 通过分销走卸之后 施邪去除了一部分 阳气开始伸展了 气机开始通达了 阳气就可以奋起抗邪 使邪与汗并 通过正邪相争 激烈相争之后 出现占汗 使邪通汗结 既然邪能通汗结 这不就出路了吗 所以战汗就是解邪的一种门户 这是关于战汗之门户 转虐之激祸 也是这个意思 因为涅并属邵阳 涅并在邵阳 它也是导致邵阳的气机不通 因为施邪粘制 阻塞了气机 阳气不深 不能和邪气开展斗争 所以邪气去除不掉 通过分销走卸之后 邪气取除了 阳气伸展了 所以残余的邪气呢 它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这时候 阳气就可以和邪气 反复地交争 邵阳并不是邪于进 正欲抗邪吗 他们两个反复交争 那么通过松达了气机之后 正气和邪气反复交争 最后把邪气取除出体外 像虐一样 正邪反复交争 所谓转略直击阔 也就是说 使气机通达 正气能够取邪 给邪气以出路 总而言之 占了汗也好 转略也好 都是指 去除邪气 通达气机 使它阳气能够宣通 能够使正气分起取邪 给它邪气找出路 这句话呀 实际上并不复杂 大家就记住 制三交湿热的方法 主要就是冲达气机 好 加哥 谢谢观看